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通过这些技术的落地和引进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取得比较明显的一个效率和稳定性的提升 然后我也会通过介绍这些技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做一个极致的降本增效 好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经典的这个Apache卡发的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数据跟进程绑定的这么一个架构 就是所谓的存算一体化或者说存算不分离 然后熟悉的同学都知道ISR副本这一套机制 那么确实卡发就是通过这一套机制来确保这个进程 以及数据两个方面的一个高可用的 然后我们平常在使用卡夫卡的时候 可能一般我们会配置两到三个副本吧 然后这些副本会分布在集群的每个节点上 如果有一个节点发生了当机呢 它delete会很快切换到另一个节点上去 这样我们服务也不会中断 同时我们也不用担心数据会丢失 因为数据也是有副本的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从Follow去恢复这个数据 然后整个这一套高可用的架构呢 在过去的物理机坊的一个架构当中是非常make sense的 过去十年这套架构其实跑得非常的稳 数据的一致性和可用性都很高 对 然后但是 我们说但是 但是大家在实践的使用的过程中也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在这个公司内部也维护了很多卡夫卡这群也很多年了 然后也包括我们跟我们业界同行的一些交流 叫大家熟悉运维卡夫卡的朋友去交流 其实大家所得出来的这些问题是比较有共性的 无非是列举在上面的这几点 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这个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卡夫卡它是一个 append only的这么一个日制的存储系统 它数据是来一条就要存一条的 数据量非常的大 而且有时候我们存比如说三天五天七天这么多数据 平常也很少会去访问到 这里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存储成本的浪费 其次是一个算力的浪费 这点我觉得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优点就是说卡夫卡在架构上面 它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极致的性能优化 所以它其实平时跑CPU的消耗是不太高的 所以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如果我们去因为存储瓶颈 去扩容这个集群的话会连带着把CPU给一起扩了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一个算力闲置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效率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运维效率 这个运维过卡夫卡的同学大家都很懂 就是我们在做集群扩容的时候要有大量的数据搬迁 然后这个搬迁的过程又漫长又危险 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是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操作 并且它应对这个突发流量的能力也是比较弱的 第三点是一个性能问题 这一点也在一些部分的场合也会被提及到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大量的回数读取历史数据的时候 因为它数据会从磁盘上出来 它会污染掉这个page catch 导致有可能会影响甚至是要阻塞掉 我们正常的一个客户端的实施读写的一个情况 然后以上的这些问题 其实大部分都能归结为卡夫卡计算跟存储不分离的这么一个架构 那么我们云原生架构也希望是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改进 然后这边是我们卡夫卡云原生架构的整体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从下边往上看吧 最底下是一个基座层 这个基座层里面包含了两大底座 第一个底座是一个容器化的一个底座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弹性的一个调度能力 然后第二个底座是一个对向存储的底座 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无限存储的一个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架构中要用到对向存储 那是因为我们把大量不需要或者不常用的历史数据 从磁盘当中卸载到对向存储当中 以提供一个比较低的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做了一个冷热分层的设计 然后再往上看一层的话 这是一个调度层 这个调度层是我们自研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调度器 Balance Control 它的作用是能够动态的去调整分区在各个节点上的一个分布策略 去避免单个节点倾斜带来的一些整个集群的资源浪费 再往上这一层就是这个计算层了 这就是卡发Broker层 这个是跟传统的ApaC卡块基本是一致的 没有太大差别 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这里面做了一个冷热分层的设计 只有少量的热数据我们会存在磁盘当中 大量的冷数据其实都会放到对向存储里面 然后整个的一套ISR的高可能的机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最顶上的一个是一个接入层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就是给用户提供一些方便的一个接入能力 比如说健全线流买点之类的 好的 然后刚刚我们这个方案当中 其实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底座 一个是容器化的底座 还有一个是对向存储的底座 这两个底座分别对应了我们余原生方案当中两个核心的技术模块 第一个技术模块是分层存储架构 第二个技术模块是基于容器化的一个智能调度的架构 分层存储这个架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它做了一个冷热分离 热数据放在本地磁盘 它能够确保实时的这种数据读写不受影响 然后冷数据的话会把它放到对向存储里面去降低存储成本 然后这里面冷热数据它分离同时还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 比如说能够带来一些更好的弹性的扩容能力 以及增强我读热数据和冷数据之间的一个数据的隔离性 然后第二个是智能调度 智能调度这块是基于K8S的容器化的一个架构 然后同时是配合像云盘EBS这样的一些存储介质 这样就可以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调度能力 以及一些节点自动failover的一些能力 同时我们还用到了像容器的混布技术 然后CA技术这些去提升我们的运维效率 以及机器的资源使用效率 整体的内容我都会围绕这两块来展开 我接下来会分别去阐述 然后我们就按顺序看 我们先讲第一个架构 第一个架构是分层存储这个架构 然后这个架构的话 右边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架构图 分为计算层 Kafka Broker 以及存储层对象存储的这么一个架构 然后数据的写入的话 其实是跟原来的 Kafka的流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数据写入的话会先写到本地词盘当中 然后这里的一个区别是说 当我们发现有一个数据文件已经封存之后 会立即把它一步的上传到对象存储当中 然后在本地的这个词盘当中 就把这个文件给删掉了 然后在数据访问的时候 如果我们读的数据命中到了本地词盘里面的数据 我们就从本地词盘返回 如果我们命中的是对象存储的数据 那么就从对象存储去返回 那整个架构会带来哪些优势呢 第一个是成本方面有比较大的优化 首先是我们这个冷数据 因为是存在对象存储上的嘛 对象存储因为云场上有一些规模化的那种效应 其实对象存储的这个价格是可以打得比较低的 然后其次是我们多个这个副本的进程 是共享了一份副本的 就是有原来的两副本或者是三副本变成了一副本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成本结实 当然我们说可能这个对象存储 它其实也是有副本的对吧 那因为对象存储它有一些究相码这样的这种技术 它的这个副本的膨胀其实远达不到两三倍这么多 所以这里成本收益还是有的 然后第二个一个优势是这里面做了一个消费的隔离 因为我们在broker里面实现了一个独立的缓存模块 这个缓存模块可以跟这个page catch去进行隔离 这样的话我们在读热数据跟冷数据的时候 就会避免其它们相互之间的一个影响 然后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我们运维效率的一个提升 这里面就是体现到这个架构具备一些初步的一些弹性扣容的能力 因为我们把这个磁盘里面数据比较少 相当于它变成了一个弱状态的这么一个数据模型 所以这里数据的搬迁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们在实操当中像遇到一些几Gb到十几Gb每秒的这么大吞吐的一个topic的话 大概的迁移时间也就是五到十分钟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今年特别像今年我们年初的时候搞春节活动 当时有几十个集群我们要扣容 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凑在一起 大概花了两天的时间就把这些集群全扣完了 所以这方面对我们的效率提升也是比较大的 好的 然后既然谈到成本优化的话 我这边也顺便解释一下成本优化的核心逻辑 右边是简单的一个图 就是我们原本是给我们的每个broker机器 是配置的16T的这么一个磁盘 然后在分层纯属架构之下 因为数据已经冷热分离了 我们本地的磁盘就可以把它缩容到四个TB 这里四个TB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值 因为我们实际上热数据也就用到了两三百Gb 我甚至可以把它缩到两个TB一个TB 甚至更少这样带来的收益就更大 之所以留四个TB还是出于稳定性的一个考虑 因为我们也担心说底下的最上存储这个模块 有可能会不稳定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看到像腾讯云 阿里云 然后AWS 其实大家无论技术再强 这些对象存储都可能有发生过这个故障 那么有了这个4T的磁盘的保障 下面对象存储即使挂掉个两三个小时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数据可以先存在本地磁盘 点上渠道这些比较核心的业务 如果他们想保留数据时间更长 那其实我们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 直接去延长这个数据的生命周期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扩容额外的任何一个集群的节点 然后分层存储架构当中做的第二个一个优势是说做了一个消费隔离 然后这个消费隔离是我们通过两个技术去实现的 第一个是做了一个线程池的一个隔离 就是我们把读远端数据的这个fature线程池和我们正常普通的这个线程池把它隔开来了 防止它们互相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访问对象存储的时候 有可能对象存储延迟是比较高的 然后也有可能会抖动 但是我们更常用的这种用法 其实都是实时的这种热数据的读写 读内存里面的 如果我们因为读冷数据去影响到了更常用的读热数据 其实是划不来的 所以这里面要做一个隔离 防止它们互相影响 然后像同样的 我们还把list offset这一类请求 也把它做了一些异步化的处理 因为有时候list offset 它可能需要拿到这个数据也在远端 我们还需要把索引文件下载下来 然后还把数据文件下载下来 这个速度是非常慢的 也会影响正常的一个读写 相当于这里面也做了一个隔离 然后消费隔离里边第二个实现的一个技术是我们在里边实现了一个独立的block catch的一个缓存模块 这个缓存主要是for加速读冷数据使用的 然后我们这个缓存的设计其实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朴素的思想 就是因为我们了解Covcat的消费它其实是很有一个规律的 就是我们在读一条数据的时候 大概率接下来马上会读下一条数据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把接下来要用到的文件 加载到这个内存当中 等到我们下次要使用的时候就直接在内存里面了 这样的话我们实际跑下来 缓存的命中率可以达到99%以上 然后同时这个独立的缓存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会跟page catch这样子的系统内核的这种内存去隔离开来 那么也能达到刚刚说的我们冷热数据消费的互相的隔离 好的 然后基于我刚提到的先程值隔离以及独立的缓存的这么一套设计 我们对分层存储的数据的读取性能做了一个benchmark评测 是和读本地词盘进行了一个对比 然后可以看到其实两者的性能在大部分的场景下基本都能达到一致 甚至在个别场景下读对象存储里面的这个吞吐还可以更高一些 那么也是基于这个性能 而且我们在推业务方去升级集群的时候心里也相当于更有底气一些 因为他们在升级完这个集群之后 前后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性能的变化的 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感知的 然后分层存储架构当中第三个特点是一个弹性扣容 因为我们大部分数据其实已经都传到远端了 那么对于我们一个新的topic的一个新的副本 如果我要去对它扩容 其实我只需要去拷贝本地还没有上传到远端的那一小部分非常少的数据 对应的就是remote end offset加1之后位置的那些数据 通常这些数据就是一个segment 一个active segment的数据 这部分数据的量是非常少的 具体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我这边也画了一个图帮助大家理解 这边黄色的柱子是存在本地的数据 然后蓝绿色的柱子是存在远端的数据 当然它们俩中间会有一些重点 这个是很正常的 然后如果在我们的传统架构下 我们要做一个数据的搬迁 我们需要把原来黄色的柱子全部的搬到新的节点上 这个过程可能通常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的同学应该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在分层纯属架构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上面那一小段 还没有上传到远端的数据 直接搬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通常会大大的减少 一般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对 然后这里面在代码实现上呢 会需要对一个副本同步的一个 同步的一个接口的语气做一些修改 就是我们要在那个list out of range的时候返回的那个offset 不要去返回原来的start local Local start offset 我们要是要去返回这边的一个remote end offset 就是start加1的一个位置 好 然后以上是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技术模块 就是分层纯属这个架构 然后接下来我要再顺序看一下我们 云原生方案当中 第二个核心的一个技术模块 基于容器化的一个智能调度 然后右边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架构图吧 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容器里边 几个比较关键的技术 像state faucet PV PVC 容器CA 还有我们自研的这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调度器 然后整体的这一套基于容器化的一个架构呢 它能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对效率的一个提升 无论是人的效率还是机器的效率 那机器的效率的话主要是依靠容器再离线混布这么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会把夜间这个流量低风期比较空闲的资源 去调度一些离线的计算作业 比如说一些EMR的这个作业 它能有效的提升CPU的利用率 然后对于人的效率的提升呢 主要是能够更快捷的去扩缩容集群 以及做到一个节点的自动的failover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的自动failover 这一部分是怎么做的 这部分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 利用了容器提供的state faucet这么一个能力 去管理我们节点的一个状态 包括像节点broker的这个ID配置 host的配置 然后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需要当一个pod它在飘移了之后 或者重启了之后 它的pod IP需要保持不变 这个是我们公司内部容器架构提供的一个能力 因为如果IP发生改变的话 有可能会对卡夫卡的原数据的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呢还用到了一个PVPVC PVPVC绑定的一个技术 在这套架构当中我们卡夫卡使用的磁盘 是EBS的云盘 不是本地盘是云盘 那么云盘它有一个好处是 云盘是不会跟物理机器绑死的 如果我们单个节点去挂载一个云盘的话 大概也就是十几秒到一分钟的一个速度 如果我们单个pod发生了这个故障 比如说内存故障了 然后它当机了 那接下来它可能飘到另一个节点上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立马把挂载 在原来pod上面的PV云盘 重新挂载到新的pod上面去 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恢复数据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就是运维也是比较爽的 比如说有一个节点发生的当机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等着它自动恢复就可以了 过一会儿这个pod就自动拉起来了 然后云盘就重新挂过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集群的扩缩容是怎么做的 这部分呢主要是靠我们自研的一个balance control的这么一个负载均衡的调度器 它是采用一个多目标的优化算法来实现资源分配的一个最优化的 我们会定时的去采集CAPA Broker上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像topic的副本 然后网络带宽 此番存储这些指标 然后定期的采样上报 去生成机群的一个快照 然后根据这个快照 然后再去调整这个partition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分配 以避免一些倾斜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个节点上面这个流量比较倾斜 那这个时候可以适量的把上面的一些partition 自动的调度到别的节点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在扩容partition的时候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样才能让这套机制自动化地运行起来 因为否则如果我破一个partition 签一个partition要几个小时 那也玩不起来 正好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分增存入架构当中 它具备这么一个特性 我并发地扩容partition的速度就在几分钟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这套负载均衡的机制才能够run起来 刚刚扩容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需要往K8S机群里面去加机器 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 我们其实也想对这个过程做一些加速 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利用了容器的CA技术 也就是cluster autoscaling 它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容器的CA buffer池 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备了一组空闲的节点放在那 然后一旦我们需要去扩容这个节点的时候 就自动地从这个buffer池里面 调度一些空闲的节点加到机群当中 这个过程我们就免去了 手动去开机 申请机器开机这么一个过程 通常这个流程是比较长的 同时呢 这个容器的CA池它也会去识别 它识别到我这个buffer池里面的机器数量变少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地去调用云厂商的API去把我们的这个节点数量给补充上去 自动地去开机 然后因为我们把这个开机的动作给后制了 所以这个过程慢一点也无所谓 只需要我们在下一次扩容之前 它能够及时地把这个机器数量给补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结合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自动failover 然后负载均衡以及CA的这套机制 那再想说我们运为一个原生的卡发机群 其实是一件比较轻松和丝滑的事情 OK 那最后呢也会谈到一些对未来的展望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一些更加souveless化的一些架构的打造和改进 这边呢我贴了一个成本的曲线 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曲线呢其实是可以拟合一个成本价格 跟业务流量之间的一个贴合的一个关系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运为集群的一个现状 比如说我们流量达到瓶颈了 这个时候需要扩容集群 然后我们扩一组集群 可能过三个月之后它又达到瓶颈了 然后我们再扩一组集群 然后可能再过三个月 那在这么多三个月当中 其实这个集群是有荣誉的 那这部分资源在一定一段时间内是被浪费的 假设我们的这个Subless能够做得足够强 就是我们可以随意地扩容集群 缩容集群 那我完全可以做到 我在夜间流量低风的时候 自动地把机器给缩回去 把这个机器还给云厂商 或者说给其他业务用 然后在白天流量回升的时候呢 把这个集群再扩回来 然后我们就能够做到 把这个成本 这个曲线能够完全地去贴合到 这个业务的流量的一个趋势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我们对成本的这个优化挤压 其实是可以更进一步的 能够省掉这个曲线里面 上半部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面积里面的成本 那当然的话 要做这一套Subless的一套新的架构的话 其实也是有挑战的 那么我们现在以及未来呢 也在逐渐往这个方向去继续努力 那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小红书卡榨原生架构的一些介绍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